古神巴菲特的智慧 什么是真正的成功 什么是最好的投资 What is true success 华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 华伦巴菲特是著名的古神 他对投资和成功的理解也非常深刻 以下是他的一些智慧 一、成功不仅仅是财富 巴菲特认为 真正的成功是指一个人的生活 是由他喜欢的人和喜欢他的人所围绕的 他认为 一个人在生活中所拥有的人际关系 以及他们对他的看法比财富更为重要 二、最好的投资是投资自己 巴菲特认为 最好的投资是投资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他认为 通过不断学习和提高自己的能力 一个人可以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成功 他经常强调 每个人都应该投资于自己的教育和职业发展 三、慎重选择投资机会 巴菲特认为 一个成功的投资者需要慎重地选择投资机会 他经常建议人们不要盲目地追逐市场热点 而是应该仔细分析每个投资机会的真实价值和风险 四、做长期投资 巴菲特认为 最成功的投资者是那些能够做长期投资的人 他鼓励人们不要试图预测市场走向 而是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具有长期增长潜力的企业上 并在其价值被市场低估时购入 总之 华伦巴菲特认为 真正的成功不仅仅是财富 最好的投资是投资自己 投资者应该慎重选择投资机会 并做长期投资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并践行这些原则 我们也许能够成为像巴菲特这样的成功人士 五、坚持价值投资 巴菲特是著名的价值投资者 他坚持认为 投资者应该寻找那些被低估的股票 而不是盲目追逐市场热点 他建议人们仔细分析每个企业的真实价值 而不是仅仅关注他们的市场表现 六、管理风险 巴菲特认为 成功的投资者必须学会管理风险 他经常强调 投资者应该仔细分析每个投资机会的风险和收益 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降低风险 他也认为 投资者应该避免盲目跟风 而是应该做自己的决策 七、诚实和透明度是成功的关键 巴菲特认为 一个企业的透明度和诚实度是其成功的关键 他建议人们选择那些诚实透明的企业 并避免那些缺乏透明度和诚实度的企业 总之 巴菲特的智慧告诉我们 成功不仅仅是财富 最好的投资是投资自己 慎重选择投资机会 并做长期价值投资 同时也要学会管理风险 选择诚实透明的企业 这些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在投资和生活中获得成功 此外 巴菲特还有以下的一些智慧和建议 8.学习和不断成长 巴菲特非常强调学习和不断成长的重要性 他经常说 投资者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掌握新知识 才能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 他也鼓励人们阅读大量的书籍和材料 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9.保持冷静和耐心 巴菲特认为 投资者必须保持冷静和耐心 不能受到市场的波动和噪音的干扰 他建议投资者采取长期的投资策略 避免过度交易和短期投机 10.谨慎选择合作伙伴 巴菲特认为 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是成功的关键之一 他建议人们选择那些有诚信 能力和品格的人作为合作伙伴 避免那些缺乏这些品质的人 11.关注社会责任 巴菲特也非常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 他建议企业要对社会做出贡献 并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总之 巴菲特的智慧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他的投资哲学和成功指导 不仅适用于投资领域 也适用于生活和事业 12.确定自己的竞争优势 巴菲特认为 投资者和企业都需要明确自己的竞争优势 即在什么领域具有独特的优势和能力 他强调投资者要选择能够持续盈利的企业 而这些企业通常都拥有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 13.不断追求卓越 巴菲特一直追求卓越 他强调企业和投资者都应该不断追求卓越 并永远不满足于现状 他建议企业要不断创新和改进 以保持竞争优势 而投资者也应该不断学习和掌握新知识 以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 14.保持简单和清晰 巴菲特的投资哲学非常简单和清晰 他强调投资者应该遵循简单的原则 不要让自己陷入复杂和模糊的思考中 他也建议企业要保持业务简单和清晰 避免涉足自己不擅长的领域 15.坚持价值投资 巴菲特一直坚持价值投资的理念 即购买那些低估的有价值的企业 他认为只有坚持价值投资 才能取得长期的投资回报 并在市场波动中保持稳健 以上就是巴菲特的一些智慧和建议 他的成功之道和投资哲学 不仅对投资者有启发 也对企业和个人有启示